陕西省城顾县两个村的孩子们在上学路上 却不得不走过一座晃晃悠悠的竹桥 能够拥有一座安全便利的过河桥 已经成为当地村民们最大的期盼 在清晨的雾气中 瓦屋村的孩子们走上了这条颤颤巍巍的上学路 跨越南沙河上的竹桥长115米 宽紧半米左右 由于天气寒冷 桥上布满了霜 湿滑异常 部分桥面还出现了开店 瓦屋村和临近的黄泥村 共有约70名学龄儿童 孩子们到河对岸去上学 最近的一座大桥远在6公里之外 为此每年9月1号开学前 村民会将竹桥搭好 到了讯期再拆掉 这次修建的竹桥是两个村 几十户村民集资4500多元搭建的 除了孩子 不少村民采购生活用品 也会频繁使用这座便桥 记者从当地交通部门了解到 为了解决村民的出行问题 当地以规划在附近开阔地带 建造一座新桥 计划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在本周内应该是把旧的竹桥 把它吹掉 然后重新在三天之内 给它们搭一座更方便 更坚固的 更安全的一座便桥 败父子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